普京后悔恐来不及了 沃克兰终于出手普京关键武器失效 俄罗斯邻国宣布刻不容缓加入北约 演练攻台 新疆沙漠再现美军基地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5月12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几天前 俄罗斯总统普京用种长而潦草的11分钟发言 结束了没有胜利可奖的胜利日阅兵和演讲 没有西方情报机构预言的宣战 没有之前一直强调的核武器 更没有要硬干到底的誓言 只有毫无新鲜感的 如祥林嫂一般的对于西方阴谋 俄罗斯反击的老调 看得出 如今的普京已没有退路 署名为二大爷的评论文章写道 经过80天的战斗 如果普京不是真的疯了的话 应该对战场真实的情况有大概认知 或者说普京现在也应该知道这场仗赢不了 也许纠结的只是该如何在保证自己依然能掌权的情况下 体面的和乌克兰及欧美讲和 客观的分析 目前普京的处境应该说尽管千疮百孔 但他还没有到绝路 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 战败后主动撤出科威特 虽然灰头土脸 但还是牢牢的把控着伊拉克 本身的权力没有受损 直到2001年美军直接出兵把他推翻 如果普京现在撤军乌克兰恢复到2月24日前的状态 可以说在他苦心经营了22年的国度里 依然还是没有人能够威胁他的地位 也就是说普京现在还是有退路可选的 但我们知道普京的野心远超萨达姆 所以这个选项对他而言就是投降认输 很难 而比这个更难的是 让支持普京的俄粉们认输 文章表示 其实不管普京还是俄粉们 多么不愿意承认现实 在这场改变事件地缘政治格局和国际秩序的战争中 俄罗斯成为最大的输家都已经是事实 而最大的赢家正是美国 在美俄中三架的暗战中 本来欧洲是乐于坐山观虎斗 从左右逢源中获取自己最大的利益 即便在中美关系越发紧张 极致于剑拔弩张的情况下 欧洲之前和北京的关系其实也不差 而普京不顾一切地发动这场战争 瞬间替美国解决了一切难题 盟友方面 自二战之后 美国的盟友就没有这么团结过 一致地为美国马首是瞻 俄罗斯的威胁让欧洲也如梦初醒 把北约从冰死状态变成了满血复活 多国重整军备 大大减轻了美国的防务负担 将来从欧洲完全抽身 专注于亚太成为可能 更重要的是 是没有费什么大劲 就借乌克兰之首和欧洲的一致对外 彻底解决了俄罗斯这个宿敌 文章最后写道 虽很多历史的契机 不是美帝的大旗下得有多好 而是对手总是会历令至婚 这是所有存在强人天花板的国家的死结 当一个国家的重大决策 是出于统治者本身的利益和野心的时候 他一定会和国家利益相违背 走出凑齐错齐是迟早的事情 当然普京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至于他能不能补救 就看这场走向常态化的战争 接下来的发展走向 当地时间5月11日 乌克兰之战超越了战场 基辅方面切断了向欧洲家庭和企业 公益俄罗斯天然气的一条管道 此前这条路线每天约有3260万立方米的天然气 过境进入欧洲 有分析指出 乌克兰此举让欧洲更加清醒地认识到 摆脱俄罗斯能源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综合报道 乌克兰当天表示 正在停止通过 由莫斯科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控制的一处 位于乌东的枢纽运送俄罗斯天然气 原因是有来自敌方势力的干扰 包括显然有人在偷偷分流天然气 目前输往西欧的俄罗斯天然气 大约三分之一经过乌克兰 不过一名分险是说 断供所造成的极客影响可能是有限的 因为多数天然气可以通过另一条管线来改道运送 国企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称 通过乌克兰输往欧洲的天然气 比一天前减少了25% 据报道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已经持续了11个星期 作为对俄制裁措施的一部分 欧洲联盟正在设法结束对俄罗斯能源的严重依赖 但欧盟内部在摆脱对俄能源依赖问题上遇到阻力 阻力最大的国家是匈牙利 在布鲁塞尔 欧盟就禁止购买俄罗斯能源问题 而与匈牙利进行的谈判在11日暂时结束 如果分歧无法化解 这将成为北约盟国之间的一大分歧 尚不知道 乌克兰的最新断气举动会对这场谈判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不过曾十分依赖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保加利亚 在莫斯科停止供气后 却没有受重大影响 有分析指出 这一事件表明西方有能力迅速填补俄罗斯留下的空缺 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撰文指出 俄罗斯的天然气武器举世闻名 有人认为东欧和南欧国家对其依赖度较高 恐不愿意加入反额合作 但曾有超过90%天然气来自俄罗斯的保加利亚 在供应遭到普京切断后 却被经历政治危机 外交政策转变或经济混乱 反而加强其反对俄罗斯的决心 文章分析 天然气武器对东欧和南欧国家的效果不如预期 是因为当地天然气总消费量并不高 这让保加利亚能相对容易地从其他国家找到替代方案 且俄罗斯宣布中断天然气供应时 天气已回暖 让保加利亚应对起来更加轻松 显然普京手里的这张王牌似乎已经失去了威力 芬兰政府5月12日表示 在冷战期间一直保持中立国地位的芬兰 将刻不容缓地申请加入北约 而另一位中立国瑞典也渴望迅速跟进 这让以防止北约东扩 为部分理由入侵乌克兰的俄国总统普京 作茧自负 并俨然成为扩大北约版图的推销员 美国之音报道 芬兰和瑞典这两个北欧国家 一旦正式放弃长期以来坚持的中立国地位 将构成几十年来欧洲安全形势和地缘政治的最大变化 此前芬兰和瑞典是最大的两个 一直没有加入北约的欧盟成员国 芬兰总统少尼尼尼斯托和总理桑纳马林 当天在赫尔辛基发表的一份共同声明中指出 芬兰必须刻不容缓地申请加入北约 我们希望执行这一决定所需的国内程序将在未来几天内迅速完成 而芬兰一旦加入北约 芬兰与俄罗斯之间1300公里的共同边界 将使北约目前与俄罗斯之间的边界一夜之间加长了一倍多 从而让北约部队理论上驱车几个小时 就可以直达圣彼得堡的北交 路透社引述五位官员或外交官的话说 北约各盟国预计将很快同意芬兰与瑞典加入北约 而且在为近一年的各国国会审批程序期间 为保卫这两个北欧国家的安全 而增加在两国领土上的军力部署 针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诉求 莫斯科一再威胁说 此举将导致严重的军事和政治后果 芬兰总统尼尼斯托曾被问到 芬兰加入北约是否会触怒俄罗斯 而他回应说 我的答案是 这都是普京自讨的 照照镜子就知道 此外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对芬兰和瑞典的决定表示热烈欢迎 并承诺审核过程将迅速进行 据CNN报道 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如果芬兰决定提交申请 将受到北约热烈欢迎 加入过程也将顺利且迅速 中共军方去年11月被发现在新疆 塔克拉马干沙漠 新舰包括美国海军 航空母舰和驱逐舰在内的 等比例模拟移动标靶 以用作中共导弹部队的实弹演练 据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 11日最新爆料 沙漠又出现模拟港口舰船的新拔场 最近卫星照片显示 中共在新疆边缘的沙漠地区 建造了更多模拟美海军目标 用作解放军远程反线弹道导弹测试 这些新建的沙漠中的大型模拟标靶 甚至包括一个海军基地 法新社引述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的报道说 卫星照片显示 一些标靶沿着沙漠东侧边界建立 好几个都是海军标靶 其中两个还是模拟靠港的军舰 另一位独立的军事分析家 达免·西蒙斯则在此处西南190英里处 发现了一个模拟海军基地的标靶 这里有码头布局 有模拟码头上停泊舰艇的标靶 这些标靶的特点和位置都表明 它们是为了测试弹道导弹而建立 西蒙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些标靶的布局是经过严密计算的 多个标靶的方向 形状和尺寸也都是一致的 此外 这和码头以及建筑物的材料不同 反射热量和雷达辐射也不一样 这些都可以告诉我们系统的复杂性 以及为这些实验所做的努力 分析人士认为 北京在新疆沙漠地区建造 包括海军舰艇和基地在内的标靶 以及全力研发多型反舰弹道导弹 目的就是要在台海爆发冲突之时 阻止美军及其盟友持援台湾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大家好 我是粤语主播Serena 我们漫威TV最近开出一个全新的粤语频道 用广东话和大家一起看世界 粤语频道将会在星期二至星期六持续更新 我们新频道的连结就在下方 欢迎各位订阅和赞同我们的新频道 欢迎订阅和赞同我们的新频道